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张佳玲张医师 那么今天我要讲了一些什么样的疾病呢 我们知道有两种疾病造成我们身体重大失能 造成我们一辈子就在生了这两种疾病之后 整个人生会做彻底的改变 第一个就是癌症 当你听到你得了癌症的时候 那简直是晴天霹雳 第二个就是所谓的中风 中风会影响到60岁以上 大部分失能人口的一个重大的疾病 那么讲到中风 什么叫中风 所谓的中风就是我们脑血管里发生的病变 导致于脑子里面的神经受损 产生暂时或永久性的肢体 语言 感觉 或是其他情感方面的障碍 那么为什么会造成中风呢 其实很简单就是你的脑血管没有好好的照顾 今天你如果是一个很回胖的人 你有高血压 糖尿病 挡固醇过高 或是其他的慢性疾病 那你就要很小心很小心照顾你的血管 因为万一你的血管没有照顾好 第一个你就会承受脑中风一个非常大的重疾 那么接下来我们会讲中风到底有没有分成细项的让我们去做个很好的区别呢 第一个中风大致上会分为两类 第一个叫做初血性中风 第二个叫做阻塞性中风 所谓的初血性中风 就是因为你的脑子的血管 因承受不了长期的高压之后 产生血管的一个爆裂 血管里面的血液流到脑子里面它不该去的地方 脑血管初血的性的中风 事实上会比较紧急 比较危险 症状也比较严重 因为一旦血液流入老四 它会造成脑压升高 造成我们很多意识上的昏迷 马上就要夺去你的生命 所以一旦初血性脑中风 医院一定会帮我们做紧急的取血手术 把里面的血块取出来 以防你的脑压升高 影响你的神经系统呼吸生命真相 那么第二个我们要讲到就是阻塞性中风 阻塞性中风就是 有一块血块突然跑到你的脑血管里面 堵到脑血管里面的某一个血管 那我们最常见的有大血管跟小血管 大血管比如说中老动末 前老动末 内颈动脉 这些大血管阻塞 或是我们所谓的小血管阻塞的小中风 叫做注孔性中风 那么这两种的中风 一个是比较轻微的 一个是比较严重的 轻微的可能产生一些 你没有办法想象到的症状 或许你根本不知道 你就是已经中风了 那么严重的大血管中风 造成的我们肢体的瘫痪 你突然间手脚一侧 手跟一侧脚不能动 那你知道很明显的这个人就是发生中风 但是张医师今天要跟各位讲的 你怎么样注意到一个奇怪的症状 他竟然就是你已经中风了 所以我们要先从我们这边有个 道具模型来讲 以下各位的看到的 我会跟各位介绍我们脑子里面所有的各部位 我们的注孔性中风 它所引发的症状 其实它是千奇百怪 你意想不到的 首先开始我们讲到这个脑的结构 脑的结构分成左右两半 那当我们的脑阻塞的时候 我们中间产生一个缺血坏死区 这个叫做非常严重的造成 它周边的血液的供应不足 产生脑神经的缺血跟坏死 那么在坏死区的外围有个叫半月影区 这个半月影区它代表什么意义呢 它代表你的脑子并没有完全的坏死 它只是暂时性的缺血 所以这部分比较包围在周边区这块 它还有救 但是它只能等你12到24小时 当这个半月影区缺血的部分 超过24小时以后 变成不可逆的脑神经伤害 我们知道我们脑神经缺血 一分钟可以造成200万条神经的损坏 所以这个速度是非常的快 所以我们脑中风就是需要去抢时间 我们来回到正体 我们脑子里面站的这个叫做前面 我们眼睛在这个地方前面 这前这是后 前面这个叫额叶 上面就叫顶叶 顶上的顶 额头的额 后面叫做枕叶 枕头的枕 旁边两边叫做虐叶 它在不同的区域发生中风的时候 或是伤害的时候 或是外伤的时候 或是脑流的时候 只要它受到伤害 它所表现的就是以下 这样子要跟各位讲的几个 征兆跟现象 那么我们如果 不以这个几个区分的话 我们以左脑跟右脑来区分的话 我们知道我们的右脑掌管的是比较抽象 比较有印象 比较模糊 比较立体的一种印象感 比如说你这个人非常有艺术形象 你这个人非常有这种美学的形象 这个你的右脑是特别发达 那我们的左脑主管的就是语言中枢 比较实际上的几乎都在左脑 所以如果以左右半边的话 右脑是属于抽象的 左脑是属于实际脚踏实地的 所以左右脑还有一些这么样的一个 功能的区分的不同 接下来我要跟各位细分讲 脑子里面的各种区域受伤之后 他有什么样的表现 我们知道额叶 他所组长的是一个人的智力 一个人的专注度 一个人的个性 一个人的情绪 还有一个人他的运动 他运动主要在这个大脑沟的前端 就是跟虐越中间的前端 这个主管的一个人叫做道德感 什么叫道德感 就是说你从小到大被教育成 什么是该做 什么是不该做 这个道德感也是在我们的额叶所掌控 那么接下来额叶的比较后面一点 在脑沟的前面 它组长的是一个动作 所以我们很会打球的人 很会游泳的人 运动能力很强的人 额叶的前面脑沟前面 这个地方特别的发达 智商很好的 它可能在前面额叶的地方非常发达 那第二个我们要讲到顶叶 那么顶叶负责什么呢 负责我们身上的痛感 触感 温度感 空间 异象感 所以如果你的顶叶出了毛病 或是一个小中风 这个人可能 你叫他画图 画个圆的 他可能只画一半 那如果是左边顶叶 中风出了小问题 你请他画个圆 他可能画出右边 他左边画不出来 那你请他画个房子 他可能房子画一半 左边的房子画不出来 所以这个情况就要怀疑 哦 他是不是顶叶这边的空间感出了问题 第三个我们叫虐叶 那虐叶主宰什么 它有一个听觉 视觉 语言 还有情感联系 还有一个叫情绪 这个地方 我们里面藏着一个叫做海马回 那什么叫海马回 这个是一个脑子里面非常奇特的结构 它长得跟海马一样的 好像一个回路一样 它是主张我们的情绪 包括害怕 担心 恐惧 甚至于我们的长期记忆 都会藏着海马回 所以当你背个英文单字 背背背 我把这个英文单字背起来了 它一定开始 我们的记忆是在我们的脑皮子 那渐渐的 你在两年后 会想起你两年前背那个单字 这个长久的记忆 就不是受皮子控制 而是会藏在海马回里面 当然海马回在聂岳这边的一个海马回 它也掌控我们的情绪 如果这个地方出了问题 那可能你对于很多的情绪 你就没有办法控制 突然间这个人变得很暴躁 突然间像电视上长演的 哇 这个人突然间脑壮了一下 或是突然脑中风了 他把以前的事情全部忘记了 叫失忆症 诶 这个可能也是这个聂岳出了问题 那么最后我们讲到枕叶 枕叶就是在我们后面这边靠着枕头 这个后面这个枕叶 就在后面这个位置 这个枕叶也是掌控着我们的视觉 那他视觉跟这个念月的视觉不一样 他视觉是辨识物体的颜色 形状 明暗 大小 所以你的整夜要是出了问题的话 这个人 昨天好好的 突然间他看你就 不晓得你是个什么东西 不晓得这个桌上的水壶 变成看起来像圆的 这个衣服昨天奇怪 他这个是红色 他跟你说他是蓝色的 所以这个辨识的颜色 形状 他的明暗 他对颜色的判断会失焦 这个就是整夜有出了问题 最后我们要提到一个叫做 私语症 我们很多看到 常看到中风的病人 他会讲话发生困难 那么私语症分成两种 第一种叫做沟通性的私语症 这个沟通性私语症 就是说他看得懂文字 他也知道你在讲什么 突然间他讲不出话来 没有办法跟你沟通 这个问题发生在哪里 整夜前面这个叫部落卡区 所以突然间如果有一个人 你家人突然间 哇你刚刚刚好 他都知道你在讲什么 可是他突然间就忘记他写什么 你要怀疑这个他的额叶 是不是有小中风 第二个我们叫做理解式的私语症 什么叫理解式私语症 一个人当发生中风的时候 他手脚都很好 可是他讲话语无伦次 不晓得讲什么 他没有办法表达出 他所要讲的话 这叫理解性的私语症 那如果是理解性私语症 我们会怀疑他的病灶出在哪里 出在孽悦的后方 这个地方叫做韦尼克区 所以当这些人都出现这些问题的时候 他可能肢体都好的 他可能没有像你那么明显的中风 感觉到所有的运动功能都是好 但是这些语言动作形状辨识感情情绪方面的改变 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各位提到的这些 尤其是我们今天讲的中风 那个小中风引起的脑筋的伤害 那今天在这个前提之下先跟各位了解复习到脑子里面有这么样多的一个功能 各位要好好照顾你的脑 不要熬夜 不要抽烟 不要喝酒 也要常常吸收新鲜的空气 让你的脑子永远保值清晰 我们的神经系统只会中枢 一旦他瘫痪了 你就没有办法执行 你的人就等于瘫痪掉 所以脑子的这么重要性有这么的大 希望大家能够好好保护你的脑 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各位 希望大家及早认识预防医学 早日做好养生保健 赶快订阅我们的频道 开启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 所有重要的日常健康生活保健常识哦